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之天下》于扬播讲 文皇室在哪儿 一个捕快皱眉不展 文皇室真的失踪了 另一个捕快苦恼万分 文皇室那丝到底逃到哪儿去了 第三个捕快气急败坏 文皇室 文皇室文皇室 一天过去了快弯的成员们纷纷回返 他们追索人犯的道路到了文皇室那边接 假然而止 煽动起学生去都堂的是他 事发当天没有去都堂广场的也是他 现在完全没了音讯的还是他 多少线索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本来没有怀疑他的捕快 因为他的失踪都将目标放到了他的身上 快班厅的早上所有人的交流都牵扯了这一位来自洛阳宰相家的公子哥 丁扎兰眨着酸涩的眼睛走进早间的快班厅 昨天入夜后当他得到文皇室失踪的消息后 他就在东京城的大街小巷中来回奔波 见了许多人问了许多话直到四更天上才回到了住处 仅仅睡了一个时辰不到他便按照每天的习惯自动醒了过来 洗了把脸匆匆往府衙这边赶过来早饭都还没有来得及吃 丁扎兰进来捕快们一窝蜂的起身跟他打招呼 除了几个资历特别老的班头都站了起来 道了声小乙哥 小乙哥今天来得迟了 小乙哥看样子没睡好 俺这儿有茶 小乙哥还没吃吧 俺这里有钱到李家铺子卖的油果子 招架着同僚热情的围攻 丁扎兰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小乙哥查到什么了 一侧的捕头探头过来问道 丁扎兰摇摇头 跟你们一样也在找文皇室 没其他了 旁边的一名捕头也转身过来 这个捕头盯着丁扎兰的眼神中 带着挑衅衣服便苗头的样子 丁扎兰如同一团棉花 被人打上来魂不受力 根本没有感觉到被挑衅的样子 故作苦相地摊开手 乌仙找到文皇室的下落 有多少都没用啊 那捕头看看丁扎兰左右 怎么你身边的两个没来 丁扎兰好脾气地回道 有事儿把他们派出去打探了 打探谁啊 捕头刨根问底 旁边的几个捕块纷纷侧目 丁扎兰笑得温和 乱说乱问的呗 捕头脸色匹便 想发作又忍了下来 起身换了个位置坐到另一边去了 开始侦查的第二天 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了文皇室的身上 但这位国子坚的学生却不见了踪影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一切的主使者正是这个文皇室 只要文皇室的罪名确定 他本人又无法自辩 与他一起煽动学生闹事的同学 会毫不犹豫地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他的头上 然后这一场风波立刻就会掩其息骨 所以说真的想要结案 现在就可以了 抓得到文皇室让他认罪 案子就可以彻底结束 抓不到文皇室 他的失踪就相当于认罪 同样可以将案子挂起来 只要能够找出开枪人和那一杆心事火枪 就能让上面的相公和执政们感到满意 但丁兆兰是不甘心的 整件事情真的就像是昨天严推官所说 也一如总补的告诫 重点是找到开枪人和枪 严推官到底知道了多少 总补又知道了多少 还有昨天傍晚见面的那一位他所说的话也有类似的用意 他又知道多少 应该是知道的 可是那样的话 他们的立场又在哪呢 还有原因呢 真的是像一团乱麻让人纳闷完全弄不清楚 丁兆兰喝了一口别人递过来的凉汤 压下了心头的烦躁 放下总补和严推官他们的事 只考虑文皇室的失踪 文皇室的失踪 对其他跟随于他的学生是有利的 而对都唐的好处更大 一切事项都终结在文皇室的身上 背上罪名的文言伯曾孙 让都唐成为了受害者 博取了市民的同情 接下来即使是要针对以文言伯为首的那一杆反对者下刀 依然能得到比过去多得多的赞同 也就是说 真正的凶手 其实就是行人私的人 受到了都唐指使 那样的话 萧氏无踪的马车枪手 以及新式火枪 就都能说得通了 不过按照这一思路想下去 都唐根本没有必要射杀学生 射杀士兵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更能激起更多人的义愤 如果都唐的打算正是自己所想 那么射杀学生反而是与目的南辕北辙了 此外还有一桩事 让丁兆兰的推测无法说通 煽动黄德的人又与文皇室交好 如果是他煽动了文皇室按照之前的推理 那他是奉了都唐的命令 但他为什么又要去煽动黄德呢 昨天黄德的一番话对都唐多有抨击 怎么想都不该是听命于都唐的人该做的 在文皇室失踪的现在 那一位白永年就是他丁兆兰所能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 只是那人藏得很深 昨夜丁兆兰设法查到了国子间的学生名录 其中许州出身的学生 不论是外社内社还是上社 总共有27人 但没有一个人姓白 他又设法查了所有白姓学生 仅有7人 然而与黄德所述还是对不上 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伪造了姓名 伪造了身份 混迹于国子间中 煽动了文皇室 又煽动了黄德 在国子间内 搅风搅雨 甚至在京师中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样的人肯定不简单 寻常 义政都做不到这么大的事 如果说他背后有一股庞大的势力支持 丁兆兰肯定会相信 但要说真有这样的一个人 丁兆兰却又觉得不一定 文皇室是世家子弟 他这样的人要去交朋友 至少会将朋友的三代都查清楚 一个实际上查无此人的冒充者 如何能得到文皇室的信任呢 如果换一个想法 此人只是对黄德瞒着自己的实际身份 而他在文皇室身边却是真实的身份 这就能说得通了 这就是丁兆兰今天想要做的 带上黄德把那位白永年从国子间的深处 像挖蚯蚓一样给挖出来 难道要去洛阳搜人 来自身边的语音打断了丁兆兆兰的思路 丁兆兰侧过脸不快地看过去 那发出惊叫声的不快却毫无所觉地拉着他 小语哥万一找不到文皇室 你说该不该去洛阳搜人 该啊 丁兆兆兰道 心里又加了一句 督唐可不会允许这么做 督唐不会答应的 那不快盯着丁兆兰 文老太师终究是一位相公 他没了体面 现在的相公们又哪来的体面呢 要知道 行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 行不上大夫为上 礼不以熟人为下 跟他辩论的那名捕快则说道 即使庶人 难道婚丧嫁娶就不用礼了 难道士大夫犯法就不用受责了 庶人不是不用礼 而是最下等的礼 士大夫犯法不是不用受责 却是不加行求的 哼 契学那边就说 民胞物语天子是宗子 但我等亦是出自于天地 只是不如他是迪迈 士大夫更是指示家乡 谁比谁差多少啊 小义哥 你说是不是 再一次无辜的被扯进来 丁兆兰有些哭笑不得 契学宗师上经讲学 报纸上都会刊发他们的言论 甚至富人如此都会说一句 民胞物语 不过对于道理 有兴趣的依然不多 但只要是那种耸人听闻的说法 就会传播的很广 比如编写三字经的靖安田先生 去岁上经讲学 公然说皇帝应当垂拱而至 所谓既由天子 正由贤人 天下人只要读书识字 明了道理 都该有选贤之权 甚至说富人之中读书名理者 比昏昏恶恶恶 不知道理的渔夫更有资格投票选嫌 对于这种说法 百姓们喜欢富人也喜欢 但不属于气学的士大夫则十分的反感 心学中的大儒也有出来反对的 两边在报纸上吵了一通 很是热闹 骂到恨处 甚至有说皇帝是天下之大贼的 他们很多辩论都传不到百姓中来 即使不识字 在茶楼里听到几句就记下来 闲着无聊时拿来吹捧一番 总之都不会当真就是了 全都是平头百姓 还能真的与相公们是同胞了 但丁兆兰就是喜欢气学的说法 甚至是把他们这些平头百姓当人 只要去好好读书 就能成为有资格选举贤能的秀才 而秀才比举人可是要容易的太多太多呀 只是这快班里面 有儿子读了五六年书 成了秀才工的 这个道理是没错 丁兆兰附和那位受到气学影响的捕快 这捕快就得意的说 你看如果族长处事不公 私占族田 欺压族人 兼并族人田产 处事不公 那他也就没有资格当族长 你说对不对啊 算了算了 那捕快就胆小的摆着手 这种话还是不要乱说 哼 学堂里面就在这么教 有什么怕的 支持气学的捕快不屑的说道 学堂里面教书的都是有功名的 他们怕什么 就是皇帝不高兴 也不能杀了他们 你我就只是小小的牙签 哪里招惹得起这等大逆不道的祸事啊 真没什么可怕的 丁兆兰黑的笑道插话进来 真要以此时定俺的罪 俺就去韩相公府上问一问 到底是哪样 小乙哥 不是我说 你这想法太异象天开了 去问韩相公 心学的捕快 呵呵呵呵的冷笑着摇头 俺 俺好歹也是自然学会的预备会员嘛 丁兆兰顿了一下后 得意洋洋的说起来 等俺再多认一些字 就可以写论文发给自然学会了 在这探案上 可是有许多说道 如果能总结起来 能帮助不少人 俺曾经问过人 期刊上没有多少这方面的论文 说不定啊 那些会员就对探案很好奇呢 掏蚂蚁窝那么无聊的事都能上期刊 俺们真破的杀人案当然也能 那时候拿着会员的同徽章去求见韩相公 怎么会见得到 好吧好吧 那不快没话说了 只能攻注丁兆兰 那小的就祝小乙哥你心想事成了 气血捕快被丁兆兰相助 气质高昂 拉着他要说上一番刚刚从他儿子嘴里听到的大道理 丁兆兰被扯得很紧 只能苦着脸听 突然看见厅门前人影一晃 一个巨大如熊匹的身影绕过赵臂 他大喜之下用力挣脱站起来 宗补回来了 齐刷刷的一声响 捕快们同时站起了身 毕恭毕敬的迎接总捕的归来 总捕大跨步的走进厅中 后面跑腿的书伴一路跟过来 累得呼吹带喘 如虎一般同龄大眼 扫过厅中的每一个人 感觉都像是被瞪了一下 都到了 总捕问声问气的问 回总捕 各班班头全都到齐了 不快没办差 没请假的也都到了 资格最老的一个班头领班说话 那好 就不多耽搁了 先说昨天的案子 总捕很爽快的说起正事 小姨啊 案子查的怎么样了 总捕第一个就点了丁兆兰的名 根本不顾丁兆兰会不会成为众师之地 丁兆兰早已习惯了 他行了一礼 朗声道 煽动学生前往都堂的文皇室 昨日失踪 此人与本案牵连甚多 如今却不知去向 还请总捕早下海捕文术 寻到此人踪迹 是啊 总捕 请上福大福下海捕文术吧 丁兆兰起头 每一个追查到文皇室身上的捕快 都在向总捕请求 下海捕文术吧 海捕文术上 会影追行 贴遍每一处交通要冲 高额的悬赏 能让周边的无数目光变得警惕 如果海捕文术上 加了勤之可赦罪的奖赏 仗义输才的好汉 也会忘了江湖道义 一旦衙门下达高额奖赏的海捕文术 甚至亲如兄弟都可能为之反目 只要下了海捕文术 就能在车站码头道路 设下天罗地网 只要下了海捕文术 就能去提审他的同学亲友 将断掉的线索重新连上 只要下了海捕文术 就能直取洛阳 去找他的父母 祖父母 甚至曾祖父 只是总捕不为所动 眉毛一皱 虎目一瞪 就只有这些 言语中对捕快们的进度 似乎很是不满 视线却是冲着丁兆兰来的 当然不止 还有行人司 还有军寻院 还有都堂 就这么一瞬间 丁兆兰真的想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倾泻出来 告诉这里的所有人 这一回的学生闹事 完全是都堂在背后驱动的闹剧 只是都堂 调出了潜藏的反对者的鱼耳 刚才您听到的是 余杨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